大家好 歡迎來到正妹獵人 我是阿尼姬 今天呢 要帶給大家精選的五位 這個清除系的日本女孩 那什麼是清除系呢 也就是說 在日本的一個 特殊的用法 清除系 也就是說 就是 其實就是清除的意思啦 好 那首先我們第一位 的正妹 大和田南娜 她的名字 就是 Owada Nana 那她是22歲 今年22歲 日本千葉縣人 那她是日出高校畢業 那目前呢 是一位寫真女喔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她 最近剛出的寫真集 那她出的是一位寫真女優呢 她其實14歲就已經在AKB48出道 那 可以說是非常早就已經出道了 累積非常多的音樂跟影視作品 但是 在 這個 維基百科上面 其實我通通都沒看過 所以 在這邊也 沒有辦法跟大家說 是什麼東西喔 好 那我們就來欣賞她的照片吧 哇 非常的正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她所想拿的是什麼東西 不過 滿美的 然後也有這種 學生樣的 畢竟她也才22歲嘛 還是一個大學生的年紀啊 有這種學生 學生款的一個照片 哇 那 你前面看完這張照片 跟後面 你看到這張照片 反差可以說是非常的大 天啊 這個 大和田呢 要 辣起來也是非常的 兇狠 那 我們再找找看有沒有其他更 漂亮的照片 喔 這一張 連自拍都這麼的 漂亮 你可以相信她只有22歲嗎 另外呢 她有自己的YouTube頻道 在她的 個人簡介上面 也有貼她的網址喔 如果你去搜尋她的IG 肯定馬上可以連接到她的YouTube頻道 那 這張照片也是非常的 漂亮 哇 這張這張這張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就覺得這張 非常的 可愛 好 哇 然後有這種居家 居家風 看了就 很有女友的感覺啦 好 啊 Niki個人認為是這樣 這個妹子 穿上Oversize這種 也是蠻可愛的 然後呢 這種 還有這種可愛風格的 可愛風格的 也是非常的 吸引人 個人 個人認為是一個 可愛 跟 清純 還有女友風 跟 甚至還兼具性感的一個 女優 甚至 完全能的 那她的YouTube頻道呢 也達到了6萬訂閱 我們來看一下 她的YouTube頻道 目前有6.2萬訂閱 像這麼可愛的妹子 一定是很多人在看的啦 那 今年22歲 大家要加油 好不好 大家 有機會啊 好 我們下一位是 下一位是誰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們的 陳田靈乃 陳田靈乃 今年22歲 那她目前也是一位 寫真女友喔 可以看到也是 非常的清純 那清純 之中呢又帶一點 郁姐的 特質喔 可以看到 就是 長得這樣凶凶的 有郁姐的一個氣息在 所以如果你是 喜歡清純妹子 然後 你又是一個郁姐控的話 天啊 這個 陳田靈乃 根本就是你的 根本就是你的天才啦 好 那 阿尼基個人是非常喜歡這種 陳田靈乃這種 你看 還給你小護士 有沒有 我們馬上來看這四張照片 第二張 哇 你就覺得 接下來還有更扯 還有 每一張都讓你無法自拔 好 竟然還會做 烤餅乾 也是蠻鮮惠的喔 頭髮 綁起來也是挺正點的 好 可以說是一個正妹 非常的正 那 其實她笑起來也是挺可愛的 那不笑的時候非常的愈解 好 你以為她就只有這樣嗎 你以為她就只有愈解 跟 清純嗎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我們來看她這張照片 為什麼她是一個寫真女優 天啊 天啊 各位 各位小獵人們 你們嚇到了嗎 各位小獵人們 你們不要嚇到 還有更誇張的 天啊 各位小獵人們 這種衣服 你們受得了嗎 這是什麼衣服啊 天啊 這件衣服我認為是非常的厲害 非常的心機的一件衣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隱藏版 就是你在IG上面可能看不太到的照片 有一個這個新聞 有爆 天啊 可是 好像 這樣的畫面沒辦法一起看 好 那這個新聞大家就自己去看囉 我這邊就 略過反正我也看好幾次了 好 那馬上緊接著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們的 下一位是我們的 齋藤奇哈魯 齋藤千春 那齋藤千春呢 今年 24歲 來自日本奇遇縣 那 他 大學是學 戲劇系的 明治大學戲劇系 那 他也一樣 他跟前面的大和田一樣 是 14歲 就出道 那他14歲出道是 知名女團 乃木版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知名女團 乃木版四流 那 這個 也是 在乃木版四流 就開始追隨這個 齋藤千春 齋藤奇哈魯 那 那 那時候就覺得 他有 他有 一個 可以讓人 看了 就心情很好的 一個顏值 看了 整個心情就好起來 因為他 笑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 甜啊 甜到你心裡去 然後他非常擅長這種 坐姿 然後 彎腰駝背 的這種 可愛的 角度 他非常擅長掌握這種 非常可愛的 一些角度 大家可以從這張照片上 看出來 我們再找幾張照片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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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手為什麼要擺這個就不知道 但是 這個手擺這個 真的是 挺不錯的 好 那我們接著再往下看 他還有幾張這個 哇 綁馬尾 這個綁馬尾起來是 非常的知性 有沒有 看了就覺得 一個很有氣質的女生 好 然後他真的是 雖然他今年24歲 但完全 看不出來 有比 剛剛那些 那兩個 女優年紀還大 那 其實他20歲 也非常年輕 不過 阿尼吉個人認為呢 以他這個 這張 這麼可愛的臉 那 估計他到40歲 應該還是長這樣 好 好 那 以上就是 災藤奇哈魯 災藤奇哈魯 上 那我們接著下一位 下一位女優 一直跳到這裡 下一位女優是 智田 智田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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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馬上來介紹 智田音音 他是23歲 今年呢 還是一個大學 四年級生 那 他目前就讀的 陳城大學 文藝部 那目前是 同時是一位 血真女友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穿著 非常的 女友風 那他的笑起來 也是一個 讓他很有女友的感覺 你看他這樣 他非常 他個人擅長的風格 就是這種 蹲下來的 這種 照片 他蹲下來 就展現了 他一個嬌小可愛的 一個氣質 就是 耍可愛 他蹲下來 一蹲下來就可愛 好不好 然後再加上 他又穿的可愛 所以整個就是 可愛到不行 你看他又蹲下來了 這張照片 就是一個字 可愛啊 好不好 那 他這樣 扎喜馬未來 也是真的是一個 林家 小妹妹的一個風格 那你不要看他 前面這麼的可愛 他後面也是很火辣的 好不好 各位同學 這個 你看 各位小獵人們 他這個有沒有穿衣服啊 有啦 有啦 這個是比基尼啊 他裡面穿 有穿比基尼 不是沒穿衣服 真的是 非常的火辣 所以呢 這邊 再找幾張 你看他穿這種 Oversize的也是很可愛 雖然他的眼睛不大啦 但是 他可以說是 靠著小眼睛也可以 也可以 撐起一個非常可愛的 一個形象 真的是 也蠻不簡單的 那 他就是 他很多的寫真也是走這種 火辣路線 天啊 蠻恐怖的 蠻兇狠的啦 應該這樣子 挺兇狠的喔 那 這張也是很可愛 有沒有 這樣的話 誰不會喜歡呢 就是一個 理想女友的感覺 有沒有 有沒有 各位 各位小獵人們有沒有 想要交這種類型的女朋友 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還有 這種類型嗎 你如果想交這種類型的 女朋友 小獵人們 在下面留言好不好 好 那 以上就是智田音音 我們 我們最後一位 也是最近最火紅的 最近爆紅的 快山沙野 也沒有最近爆紅啊 其實他爆紅好一陣子 但是 最近還是真的太火 YouTube上面 非常的 常出現他的影片 而且 點閱率非常的高 甚至都已經快破百萬訂閱了 他們的 這個 天氣 氣象新聞頻道 從來沒有看到一個 氣象新聞頻道 可以這麼多人訂閱 就是因為這個 快山沙野 那他今年28歲 來自日本赤城縣 那他目前是一位 氣象新聞主播 快山沙野呢 他 憑藉著他在 YouTube上面 他在新聞上面 鏘鏘的這個表現 非常的鏘 非常的呆萌 那 在YouTube上面 累積了非常大量的一個聲量 包括 阿尼迪本人也是其中一個 好不好 那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他 這一張完全沒有他 鏘鏘氣質的表現 完全是 一個 鄰家 大姐姐的一個風格 完全是 一個 如果是你鄰居 大姐姐長這樣 你會非常的 每天都想見到這位 大姐姐的感覺 而且又穿著這種 洋裝 坐在這種長凳上 非常的優雅 好不好 那快山沙野呢 他 完美的詮釋了 清除系的 一個感覺 他即使是28歲 還是這麼的清純 那 他也是今天我們介紹五位裡面 年紀最長的一位姐姐 那 但是呢 他也是 長得算是裡面最 最Yuki的 一個 長相 好不好 那你不要看他長得這麼Yuki 這麼的清純 他一秒給你變成 黑魔導女孩 有沒有 好不好 好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五位 精選的清除系女孩 那我們要來做 最後的幫大家總複習一下 今天的 五位正妹啦 好 首先第一位 3 2 1 你猜到他叫什麼名字了嗎 開獎 大和田南娜 好不好 他是我們今天介紹的第一位 女優 大和田南娜 那麼 這一張照片是他 陳年里的照片 日本女生 很喜歡 PO這種陳年里的照片 然後 都弄得非常的漂亮 這一張呢 大家 好不好 阿NIKI已經收藏了 大家也收藏 記得把它按下去 啊 忘記按讚 抱歉 這邊頭髮扎起來 是真的正 好不好 大和田南娜 這一張無可挑剔的 再下一張 就是我們 也是大和田南娜 我們今天有看到的 他手上拿的也不知道什麼 但是 這張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點讚 非常的漂亮 喔 家庭用光美容器 他是一個美容器 那 我不理他 反正我們 我們正常 抱歉 我是男的 我用不到美容器 但是 我珍藏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太讚 這個 不干我們的事 好不好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珍藏一下 好 下面一位是 3 2 1 你猜到了嗎 他是 陳田靈奶 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二位女優 那這張小護士的照片 我個人認為是 完全是他的精選 因為他包含了四張 他最能展現他的 不只是 就是 清除 清除系 清純也好 浴姐也好 還有他的身材 完全 完全全展露在這四張照片裡面 所以 這一張呢 這個 貼文就是會 會是我們今天的精選貼文 欸 怎麼 露掉一張 這一張 好 大家趕快 按讚 三千讚 還不算多欸 好 下面一位是 我們的 這個看到 這個可愛的笑臉 應該就不用多想了 齋藤奇哈魯啦 馬上給你 一個 可愛 可愛死你了 好不好 那 剛 說到他 很擅長這種 坐著拍的角度 這個坐拍的角度 他坐著 然後微微的 彎腰駝背一下 就 形成了這種 很可愛的一個角度 他非常的會駕馭這種 這種風格 所以 這張照片我給予 非常高的評價 忘記按讚 一樣忘記按讚 好不好 這場 這張大家先整場再說 下面一位 這位你就猜不出來了吧 321 我們開獎 這是誰 一樣是齋藤奇哈魯 剛剛這麼可愛 沒想到他不笑的時候 這麼的正點吧 這張一樣是他 成年裡的 這個照片 日本女生在成年裡 發的照片 真的都很正很正 他 尤其他穿這種和服啊 然後 他頭髮紮成這樣 真的是 會讓你想一看再看 所以這張照片 這個 阿尼奇把他珍藏起來了 3.1萬個人按讚 趕快你也去 珍藏一下好不好 不要等了啦 這張照片真的是讚 這個我除了正也沒辦法說什麼別的 好想去日本 好 下面一個 又是齋藤奇哈魯 沒辦法 因為這張照片 就在剛那張照片的旁邊 然後 一看到和服 又再看到和服 他真的太適合穿和服 真的 你可以看他頭髮 真的很適合 紮起來 然後穿和服 然後又是一個做拍 彎腰駝背的一個角度 又是 再度的展現他非常可愛的 一個完美比例 好不好 這張照片 一樣忘記按讚 大家趕快去 追蹤起來 個人認為這張照片就是今天的完美了 好不好 完美 好 那 不能忘記後面的阿 後面這位是 智天茵茵阿 那 這張照片我只能說可愛到一個不行 哪裡可愛 他穿的可愛 他的頭帶很可愛 他的瀏海很可愛 他的臥蠶也很可愛 再來他的筆頁的手勢也很可愛 還有他嘴嚼成這樣 這完全就是 極可愛於一張照片的一張照片 好不好 接著我們看下一張 你以為就這樣結束了嗎 他嘴換另外一邊結 另外一個可愛的風格 反正就是超可愛的 三千多個讚 大家給他補上 好不好 我也忘記按讚 趕快給他補上去 好 最後一個 大家要猜一下嗎 這個 這個有可能會猜不到喔 這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位 快三殺野 快三殺野 那這張完完全全擺脫了 他在這個新聞台裡面 播報新聞 很恐鏘恐鏘的形象 完完全全呢 就是一個很氣質 很文靜 很優美的一個 讀書型態 好可愛 那 他也 在IG上面 這張照片也快接近五千個讚了 所以 這張照片個人認為是他的精選 甚至可以 展現他的另外一面 在他呆萌呆萌可愛的另外一面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 鹹熟的一個少女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 正妹複習就到這邊囉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正妹獵人 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 我們呢 以後每一期都會為各位介紹五位精選的正妹 如果呢 你自己 有 自己 私藏的正妹 所以 不要 呃 不要客氣 在下面留言 讓我們知道 在下面留言 不管你是留IG的網址也好 或是留他的名字也好 告訴你正妹獵人 一定會找到 好 正妹獵人超會找的 你只要給我他名字 就一定可以找到 他IGID啊 或者是 FB 都可以 好不好 馬上就 為你介紹 這個 你推薦的女優 那 如果呢 你有朋友也喜歡 這個看正妹的話呢 麻煩你把這樣 這個影片分享給他 也邀請你訂閱 按下 小鈴鐺 好 分享我的頻道 給 所有喜歡正妹的朋友知道 那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